10月15日,上海相关部门通报了一起售假案,而案件的主人公正是一位网红,据悉,这也是上海首例网红直播带货售假案。 8月28日,某网红主播在网上进行直播带货,在直播的过程中,网红主播正在试穿带货的女装,而就在这时一群便衣闯入,让直播带货现场变成了抓捕现场。 原来,这位网红在直播中卖的高价奢侈品,竟然都是假货,最了解,该网红主播在直播卖货中,会用一些品牌的别称来称呼产品,给粉丝一种很强的指向性。 据悉,该网红直播带货售假案,是案人员共计50名,已经有41人被依法批捕。 从网上爆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,该网红被抓后接受采访,痛哭流涕,直言自己法律意识太淡薄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